蓝色方是电狼红色方IG 目前RMS以及VCS赛区0-5 而PL赛区的话则是2-2 对于RPL来说如果说今天全胜 那么可以拿到一个第一名的位置 直接进入到后天的决赛 但是其实要我说的话 如果说没有全胜 那我们也可以调整状态 然后明天先练一轮磨合一下 再去打决赛我觉得也不错 对 班尾上面的话 辅助位置屡召针队 这个扇子妈以及优秘 是没有办法放得出来 然后这边是搬掉了 白体一个艾希 女刀锋 女刀锋现在基本上能不放就不放嘛 昨天那放出来的一局 表现其实也还蛮不错的 然后又选择搬掉了妮可 现在 猪妹还在外面 是的猪妹剑魔 剑魔我觉得 猪妹杰斯 埃及这边应该是不太会发 这几个 半郎阿克斯 那这边看电狼会不会一选猪妹 哎呀还是要拿剑魔呀 剑魔这英雄现在就是又爱又恨的 放出来呢要一手选 选出来之后 还是要输经常 对 那这把感觉 埃及肯定要把猪妹给拿下来了 是吧 因为就是宁王也比较喜欢玩这种 不是强势的打野吗 石草性打野吗 是 现在这个石草性打野 这个石草性打野 也基本上是人人都爱的 而且现在来说的话 如果真要选的话 卡蜜尔也可以去试一下 这个东西 这个英雄现在是可以走上走上的 这里还在考虑 这一手塞拉斯 但是现在塞拉斯先选的话 其实是没有特别占优势的 但是这边可能 就是对自己的英雄熟练度比较自信吧 比较放心 直接一楼拿到了塞拉斯 现在是可以抢猪妹的 对 万一他这次打野的话 就拿不了猪妹了 还想摇 卡莎 这边是把JK比较喜欢的一个AD先拿下来 好的 这一局的拿人 其实和昨天的比赛有一定的不一样 卡莎这个英雄 目前在LCK的登场率极低无比 但是LPL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英雄 因为他特别适合打架 中期的时候打架非常的厉害 而且能够及时赶到战场 并且是一个不那么需要保护的AD 这边雷克赛 两边现在猪女在外面也不拿 选了奥拉夫了 那这边埃及如果拿猪女的话 其实也没有特别舒服 因为这边选了奥拉夫嘛 奥拉夫打猪女前面还是有一些优势 这边看电狼 怎么选这一手 这手感觉要选一个辅助会好一点吧 选一个 颜鹊 IG这也可以拿手带控制的辅助 可以拿个泰坦什么之类的 然后选择把莫甘娜扳掉 这样会让自己的下路打得比较强势一些 那后面的话 IG其实需要补扳一个塔姆 因为塔姆加颜鹊双开车的套路 在LCK的夏季赛出场的次数蛮多的 但是电狼这一手BP选下来中野 其实联动能力是挺差的 鳄鱼他是不是赌一手 其实鳄鱼加中美的效果要更好一些 但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赛拉斯到底要走哪里 对 现在出来的话 感觉上单 上单打野中单都有可能 IG怎么办 这个选择扳掉维鲁斯 除非说闪电狼也是那么想的 然后他不搬竹梅 然后后面的话 万一摇一下 塞拉斯去中路 再把竹梅拿转 那这个阵容就很好 虽然说有奥拉夫 但是并不怕 确实如Kate所说 这两个组合 它只有减速 没有什么稳定的控制 一般来说 如果说你打也带要控 然后控住 沿途突回来 一般杀是很容易杀的 但是这一套组合下来 就有一点点太随缘了 他在搬杀王 这边是选择搬掉了霞 留着Betty的英雄是真不多了 下路现在可以拿的 应该就是一个西卫尔 或者说是拿个EZ啥的 现在电缆下路要补一些控制了 因为如果你没控制的话 那阵容下面只能选个EZ这种 就纯风筝 泰坦还要去接着往下藏 这种拿泰坦 泰坦加卡莎没毛病了 现在都可以摇 因为之前Rookie也玩过中路泰坦 现在最后结局不是特别好 但是玩是能玩 杰斯还是拿杰斯 那这局塞拉斯打野 两条线上的话 都配合着这种 比较强势的对线英雄 对 不想拿泰坦 还有一个原因 主要是因为他自己拿泰坦 最没有可能是莫干纳的 不拿 放着你拿 宝兰最近 他是 有玩到一个奥恩辅助 就是在Rank里面 所以不知道这局 有没有机会看到 也是之前组成一个之前比较经典的 卡里斯塔 这边是打一个算下路比较强势 并且说有开团的 这套就开的能力超强 而且他们整体整体的阵容 中期打架 无论是说开团 还是就是隔绝战场能力都特别强 这套感觉电狼就是要和IG前期打 但是如果前期没打过 这个阵容是没什么翻盘点 电狼这个阵容就是下路要补一个控制 他们这个阵容这把想赢的话 是想要对IG下路四包二的 因为虽然他们中野控制能力不强 但是其实对于野区的掌控 还有中路一个线权来说 还是有一些小优势的 我们最后是拿了布隆 因为炎雀的关系 但这把就看炎雀中路能不能推得了线吧 说实话他中路如果打结子的话 感觉一打一也不太好的一线 这把整体看下来 IG这套阵容也是在前期有能力和电狼去打 因为他这个阵容也是偏前期一些 只是说这套有后期保障 这套后期保障就是卡莎 他是这些就整个十个英雄里面后期最厉害的 对的 不过这局因为电狼他自己拿了一个泰坦 所以说IG也拥有泰坦大招 这把宁王其实没那么舒服 因为他只能偷一个泰坦大招 剩下的大招好像都没什么大用 但其实你有一个泰坦大招已经不错了 但是你不能一直偷泰坦大招啊 是不是 换一换嘛 他可以绑个Duke 然后把Duke给丢出去 然后Duke死了 人家鳄鱼啊 大鳄鱼丢出去还是能扛一会儿的 小连握手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第二场对抗了 这一局两边应该说拿的阵容都还是比较好的 而且电狼这边也是拿到了一套 就是现在比较火的那种前中期作战能力特别强的阵容 但这套的问题就是你前中期一旦打不出来 中期实在太弱了 就打到后期没有什么翻盘点 对 而且IG这个阵容选出来 其实前中期打架感觉也不是特别虚 就除了下路前面可能稍微弱一点 硬碰硬吗 但初上野这边其实IG完全不虚啊 嗯 跟随梅泰德斯分池五位共联盟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二场比赛 蓝色方电狼红色方IG 来到召唤师峡谷 IG的首都登场 电狼在昨天对抗SKT的比赛当中是输掉比赛 这里JKR5也是用了自己的皮肤很开心 哎双方是经常用经常用双方进行抱团 抱团入侵 不过这波是 IG应该是抱团反蹲啊 对那只打一集团IG还是厉害的 毕竟有布隆 是 但是两边 两边其实都在反蹲 对 是吧 两边都在反蹲 都有点怕 一边有布隆 一边有布隆 一边插眼 然后两边想好了都不过去插眼 一边有布隆 然后一边是有泰坦 奥拉夫和颜鹊 对 其实两边一集团都挺强的 他们这个阵容 泰坦和布隆两个一级最厉害的辅助 对 还可以加个稻草人 所以一级一般都挺强的就打不起来 就都不太敢打 感觉我去打你 但是你也挺强的 所以想了想算了 就正常玩得了 做了一个防守的眼位 那第一条刷了一个火龙 其实他们这个阵容 奥拉夫前面控龙还是比较有优势 而且奥拉夫前面刷野效率上 应该是会比萨拉斯要快上很多 而且下路卡里斯塔加上泰坦 他在前期的一个压制能力 或者说在打小龙团的能力 肯定是要更强一些的 所以这一盘下半区的前期运营 对IG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对 IG这把下路前面基本上还是以防守为主 有一个防盗门对 这里 奥拉夫已经是刷完了 自己的f6开始去打红了 但是 凌王这里还在刷 一个红buff 这边刷也确实有点太慢了 现在这个阴神 哎都到打出一个守护者 这边是直接把毛给拉出来了 有点痛啊 回头又跟了两发普攻 保了这个地方也被扎了三下 这里 JK感觉 走位还是有点小问题 小边小C的就是 剑缝插针直接一钩子勾勾血 低波换血达到了优势 但是这边 卡莎一推现能力还不错了 这边抢二级上是不输对面 我中路打一套 Rookie的杰斯还是很具有代表性的 是 这把也是带了个点燃吗 两边都带了一个点燃 就是中路其实是比较容易 可能会出一个人头 要火拼的样子 对 下路 卡莎已经把自己的药给吃掉了 是 哎奥拉夫这个走位是想对野区做一些入侵吗 哎这里 找Rookie麻烦 他开始说了这两个人配合比较差 对 过来帮忙打歉往里面送一送 但是也没什么意义 哎还在蹲 但这个位置想杀Rookie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其实这个蹲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有耐心是有耐心 但是没意义是真没意义 这个就完全是浪费时间 因为前面Rookie是放第一波线把线控在这了 哎 你往过来 但自己的状态是没奥拉夫那么好的 而且下路被推线 这里要码人吗 那这里感觉打的话 这波团也不好打呀 其实 布隆和泰坦同时再往这个地方赶了 而且颜阙也是先过来的 对 这里IG这个蓝buff 还是感觉要给啊 这样硬打的话要拼惩剑吗 哦 JK第一时间没来 叫兄弟来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想拼惩 想拼惩 哎 拉回来了 第一时间 想要往前面赶 赶不出去 卡丽萨这里直接收获了一血 而且反手再继续被追 W技能没有命中 这个命中的话是有机会刷掉的 嗯 这开始说了 其实这个应该是放掉比较好一点 对 而且我觉得现在可能 由于赛拉斯这个英雄上场比较少吧 大家对他了解不是特别多 其实这个英雄前面刷也是非常慢的 对了 就是 哪怕上一把 其实 呃 雷格赛都没有在早期去做一个比较激进的如期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可以去尝试的 因为赛拉斯前面也去赚能力实在太差了 嗯 这个 蓝buff其实讲道理IG应该是给的 这边想要硬打 但是没打过 他非常的不想 就是说单buff开局 但是 这种情况之下被勾过来 那你第一时间 就一个布隆在前面扛着 肯定也扛不动 对 这波电狼甚至都没有配合特别好 可以看到 太坦一个钩子是刚好把延圈那个 台给勾勾勾勾过去了 所以导致那个台 其实都根本都没有台到 但这波还是把人杀了 嗯 硬伤害直接怼掉了 主要是宁王第一时间血量也很低 对 这波再来控个和线 其实前期 这一波是交了buff的 但是自己来说的话 刷也没有特别落后 只是闪现掉了会有点上 前期赛拉斯还是比较依靠这个闪现去看 但这个人头的分配 其实是IG不太想看到的 因为他们前期下半区 这两火龙肯定是想要的 但第一个人头给到的是卡丽斯塔 嗯 是 第一个人头一拿 感觉IG下路 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争择要火龙 但是这边卡丽斯塔是把自己双招用了 看等一下 萨拉斯这边能不能找机会去抓一下 可以 其实是有机会的 因为这边布龙配合能力还是有一些的 中路 这一直在深压 有机会把这边卡丽斯塔推线速度也不错 但是这边鲁鲁毕竟还是一个远程近 哎又来了 这里两个人抓不死 但是把小C这边砍上去了 这里躲一下沿途 旁边萨拉斯是过来了 不过萨拉斯没有闪现 这个往野区走 应该是知道后面有人的 走得太快啊 鲁鲁随机应变 看到你人的第一时间直接往上走 扭开沿途就活了过来 对电狼这里感觉有点尴尬呀 这中路想抓又抓不死 但是你不来抓的话 炎确又不太好推线 很僵硬 是这里只能就是硬过来帮忙 其实也不是想干了 就是想推线 宝兰这个地方有一点危险 别被拨过来了 拨到地上原地突回来 但是守护者打出来了之后 身上还有薄薄的一丝血 没有被烧掉 是 这波宝兰也是在前面探路嘛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 其实谁都不太好去探 这波还好是宝兰 如果换成另外两个探路的话 应该直接就会死了 但打残了之后 对于蓝色方来说 收益就是可以直接 没有任何压力 把这条火龙给控下来 这个火龙没有办法嘛 毕竟前面 现在战斗力不匹配了已经 前面那波蓝muff输了之后 其实下半部分的主动拳已经是丢了 下一条刷个水龙 这个水龙的话 我们看到还是比较安心的 是 因为下面一波很有概率 打起来的时候 还是电狼的一个优势 最好不要出现那种 就是对碰能对拼 需要去对拼那一种龙的属性 是 这边杜克也是很有牌面 上去W一下 导播也要给个镜头 又过来了 又来了 这波换成做的还是不错的 这好像就是刚才那一波 就是他切了一下 鬼畜 这里 Rookie是想来上路帮一下自己的好兄弟 但是 这个位置 线是不太好 要把兵线送起来 而且这波还要炮出了 这里享乐是有机会的 如果能把这波线赶紧送过来 因为电狼这边现在完全没有防备 延区好像还没有嗅到 延区如果嗅到的话 这个时间赶上来是可以 而且奥拉夫是刚回家的 对支援到 这里应该是已经死了 这个位置操作不了了 直接定一套过来 大别这里也不开了 直接有点燃收下 这波还是判断非常正确的 这个大招开了没有任何意义 这里这两个人 越套的话 没有队友帮助的话 是活不下来的 塔下一颗人头 是直接被杰斯收掉 对 在前期拿到一颗人头 还是每次知道 而且中路的线过来补一下 中路的线的话 刚好也是可以由打野补一下 是这波 IG角色做的还是比较正确的 虽然下半部分 主动权已经丧失了 那我就来上半部分来 找一些机会吧 找回场 哎呦被勾了 勾一下这边是举了一个盾 但是即使即使举了盾 大半条血还是下去了 这个下路现在是真的不能被勾 必须要走到兵前后面才行 这里这里看一下 看到一个奥拉夫 直接过去打一套 交了一个大招 这里一发平A Jacky收下这个人头 奥拉夫站了出来 在这种时候 感觉Rookie这把这个志愿 有点灵性啊 就一个中单杰斯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样一个位置 刚刚可玩 然后奥拉夫想了一下 我好像进野区 排给也没问题吧 就排着排着自己人没了 两路开工 感觉现在 稍管极下 现在其实是变成了一个 凝去中单 然后让Rookie来打野 Rookie打完野了之后 又回到自己的中路 补补兵 是 突然间刷成了一个野盒的效果 好痛 这直接交出一个闪现 宁王这个位置是有机会的 拉过来 一技能拉到Q A一下 宁王拿到这个人头 对 那这两波 这三波吧 其实已经把前面猎势全部打回来了 现在IG 其实 上中野的主动权是比较大的 而且这三波的发起者 完全都是这个Rookie 是 果然回归了之后 状态还是 状态依旧 状态依旧 这几波打完 感觉电狼已经 其实有点小崩了 电狼拿出来这么如此主动的阵容 在前期 其实被杰斯这三波直接给搞懵了 但是他依然还有机会 他的机会就是下了 现在他可以让Betty 以及他的 就是泰坦 去找找节奏 不过 下一条龙刷个水龙 对于他们来说 着实不是特别的友好 因为下一条 还就可以不用争 对的 直接让了就好 来看一下这波精彩的回放 这里虽然第一时间是 远处是给他进了个位移 对 但是这边由于有一些小兵 这个Q伤害是打不全的 然后同时 Rookie这边反手一炮 直接逼出了闪现 长个真眼 E QA 这边找机会 找Betty 闪现躲掉了不龙大招 接溜了 又是Rookie Rookie又开始干咳了 是的呀 这个Rookie实在恐怖 对 这里 为什么一个钟路 打出了打野的效果 这个杰斯有种严缺的感觉 哦 这边电狼的下路心里苦呀 是吧 本来对线有点小优势 莫名其妙的过来给了 JK一个红buff 这谁顶得住啊 还有颗人头呢 对 前期本来下路的压制 突然间就 就一脉一扫而光 这波人头收完之后 其实下路也没什么优势了 然后这边 电狼是 知道不能再这么玩了 想 换线 把节都打快 这边是直接双路过来 配合大家 这个换线倒挺明信的 这个换线 现在是电狼 为数步都可以打开局面的一个办法 对 峡谷先锋走一波 这个位置 偷个太惨的大招过来 但为时已晚 正面已经要打掉了 哎 但是中路 要被单吃了吗 技能用过了 已经 这里虽然打掉了 但是这边不太敢减啊 因为中路是已经被打退了 而且 换线机是把双人组给吊了过来 在这里守护这个先锋之眼 对 但是这边键膜是比较舒服的 有没有哪一位愿意用命去捡一下 这个先锋应该是没人能去捡 其实之前经常看到 比如说有洛的 有洛的话 他们洛会用自己的命去拿一下 但是现在这几个可能走都走不过去 但是现在说实话 用命去拿不转 因为你 现在已经11分钟了嘛 你拿了之后 你人死了 很难在14分钟之前 把这个先锋用上了 你如果用不上的话 这个先锋 就是用命去换的话 就收益极低 对吧 先锋之眼好像已经消失了 是 没了 那这波电狼 换线虽然是 把先锋打了 但是没拿到 对于他们来说 是比较伤 心理苦呀 好不容易的 找到的节奏点 然后盖住不让拿 直接给一个太阳大招 第二段异技能过去 如可以给一炮 还是最后一次血 一发平A收了下来 旁边 而且剑锋的 上路同时也是开打 这边先留到的是一个宝篮 宝篮虽然阵亡 这个也叫出一个闪现 到塔下 但是好像也是 逃不过电狼 跟上了 这个上路 平A Betty是收到了 第三颗人头 这波是中下 中上同时在打架 对 电狼 这波是想清楚了 其实他们这个阵容 唯一能去帮的 就只有下路了 开始也是说了 如果现在电狼 想要找节奏 下路很重要 这必须得要 Betty带着自己的太坦 因为中上的配合能力 确实都太差了 而且对面 中上英雄也比较灵活 但他这两波打的 被打的第一时间 直接冲上来打 是 这把这个 在拿起开始 大棋的任务 就交给这个滑板鞋了 看他能不能滑起来了 对了 中路这一波 一炮闪现过来 哎 挂点火 但是伤害是不够的 嗯 但是这波还是 这是刚才那个 打下路先锋那一波 对 然后这是后来这一波 这已经出来了 这毫无道理 在第二段E 一炮 这边是没有任何操作空间 听说你没闪现 那你没了 哈达米想了一下 这里好险也不特别好伤 被锤走之后也没继续追了 阿妹过来只是送个大招吧 对 上路反手过来吃塔皮 这可以这一波吃掉个塔皮还是 有收益的 嗯 这边双人组 不能再死了 因为如果再死的话 这把电狼是真的挺有机会的 嗯 因为他们这个 双人组一旦肥起来之后 这个中期作战能力是非常强的 卡丽兹马现在 三杠零 两百赏金 而且身上的装备 正奔着两个套去呢 对 现在埃及来动这条水龙 这条水龙 因为电狼的双人组 是在上半区 所以应该是埃及可以拿下来的 对 这里好在是没有视野 发现这边在打这个水龙 不然这波感觉 埃及下路又要被跃了 但这里已经懂了呀 这边上路防御塔 哎 这边想先到野区去做一些视野 啊 来反一下这个红buff 不过这个做了一个针严 然后W打了一下Betty 不敢下 然后下的有点低 杰斯和塞拉斯都已经赶过来了 这一波反不了 反正个红buff要赔命呢 对 原来开始毕竟打完龙之后 ag 他的中也是一直没露头 是 现在上上半区是 4v4 然后下路这个1v1的话 我们看到 鳄鱼也可以直接把兵线送过去 单线上面建模没那么好打 对 Rookie这里也是不断的往上路靠 来给电狼 这边上半部分一些压力 毕竟炎鹊是一个游走英雄 他先推线 然后直接往上半区靠 炎鹊要游走 他就必须得绕很大一个半区 嗯 现在 iG还是比较依赖中路这条线的一个主动权 对一炮没有吃到这个和血 啊下一条是一个土龙 不过时间还比较久 现在电狼是想继续在上路做一些事情 但是 由于iG这边打得比较谨慎 双人组不推线的话 其实你不太好去抓 因为你中路是没办法支援的 光凭三个人的话 想要在台下击杀这两个人 还是有些难度 嗯 现在凝望是 买了一根毛 看一下是插在谁身上 哎 这里 逮到一个落单的宝兰 对 直接过来 延缺过去 宝兰狗想闪 但是直接被拔毛拔掉 但是特意我们看到 Rookie这个地方还在继续追 还差一炮 哎 这里 你往闪过来直接跟上 拉死 跟了一个W 后面过来开了一个大招 这里想要留下 都有Q技能回一口血 这墙得的精髓啊 但是第一时间 泰坦已经是被吸走了 凡手跟过来 你往这里有点危险 人头身上剑魔给拿了下来 而且剑魔身上是 已经打出了一个复活的大面 原地开了一个金身 泰坦想保出来自己的姓名 但是还是被鳄鱼给收了下来 旁边Jeky躲掉一个沿途 不过现在这里 他应该是双拳男敌四手 打一个 哎 爆炸果实 这个爆炸果实 他还没有打一下平A 剑魔一直回血 哈纳比拿掉了Jeky的人头 回血回头太恐怖了 到后面的时候 真的是就差一点 看他A一下回上来 A一下回上来 这还是靠着下落双人组在打呀 电狼一直围绕着这个双人组在打 我这可能是把血量锁到很低的情况之下 直接交一个闪见过墙溜了 保住着自己一命 这先锤一套 确实这个双人组 现在A技有点惹不起 卡丽丝塔作战能力这个时候还是强的 嗯 这里第一时间虽然两边都是杀掉对面一人 但是电狼这边阵型是比较好的 虽然这里 强格的是不错 强格的是不错 但是你可以看到电狼这个阵型是很好的 但是A技这边这个阵型就分成两边了 是不太敢过来 嗯 所以后续 这个地方是A直接转回来 对 所以后续其实A技这边是挺难打的 因为第一时间虽然对面是被分割了 但是其实后续A技这也相当于也是被分割了 而且因为有两个人在 所以A看西洋暴雨并没有指命中一个人 对 而且现在卡丽丝塔的作战能力太强了 他这个装备 现在已经5-0了 7500的经济 5600的经济 两边AD差的实在太多了 对的 可是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Betty她出的是一个绿叉 它会导致这段时间保密能力强 但是作战能力可能会在下一波有所下滑 就输出跟她的经济 其实 建模这个位置感觉有机会啊 建模是没有闪现的 打招也没好不了 这里一技能往塔下跑 吃了一套 那在原地的话 人头是让Jeky给收下 又来一颗人头 现在人头比7比7 那这边其实这样换经济的话 对于A技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 因为现在A技场面上 如果正面倒藏的话 是不太好打的 而且前面也说了 就是A技这个阵容 它后期是有卡莎作为保障的 如果说这种出装 它如果待会不出飓风的话 打到后面 Betty可能 她的输出会有一个很严重的断档 而这局 其实 怎么说呢 对于宁王来说 他后面 如果说想要选择防守的话 用什么大招 然后去攻击对面的哪一个人 也是比较关键的 这边找到一个机会 建狼是把下二塔给破了 下二塔直接破了 建狼这波倒是打得挺不错的 他是借助自己强势期 赶紧把能拿的资源先拿一下 不然待会再就不是特别好拿了 对 A技这边也没办法 因为之前在上路做事了 是把上路线膜给抓死了 所以推塔的速度上是比不上电狼的 就两边都可以接手 电狼它是推了 毕竟推了下路二塔 待会边带来说的话 是可以做一个深一点的事业 A技这边虽然是下路掉二塔 但它毕竟是给A技吃了一个人头的 没有说亏到特别多 对 但是现在这条土龙马上是刷新了 那这个土龙看A技这边是怎么选择 因为现在其实经济上是不落后 但这个时间点 说实话正面作战 还有抓机会能力 是电狼这边要更好 对 底下来将是要掏冲哥 他先掏了一个锁子甲出来 这个锁子甲 这波作战能力倒还挺不错的 因为我们看到 就是A技这里主要的输出都是AD 是 而且Jacky也还没有开始转AP 但是他这个出装其实挺给机会的 没双碍啊 对 你这样等于说是把你的优势 没办法最大化的一个发挥了 虽然是活着才有输出 但是 你活那么久 还不 这里找到一个机会 找到炎雀 瑞泽这里给了一个机会 这里还要杀剑魔 剑魔这里开出个大面 不过旁边这里收了一下 这里您是把自己队友稍微收了一下 回头还要继续打 这个位置到后面留的是一个卡丽丝 卡丽丝打出一个绿杀的盾 不过D直到后面 虽然Jacky的W空了 但是一把平A收掉了 白铁人头 交了一个技能 这也是先往后面拉了一下 剑魔这个地方 想要去杀宝兰 宝兰一个金身 亮起来之后看一下 能不能会比较穿 最后没有被杀掉 四个人存活了下来 而且 电狼全军覆没 电狼感觉这局就没了呀 刚才这波开 主人中单直接被秒开 也说了 盐雪本来就不肥 然后在AD这个点 他被杜克定到之后 是要打出一个印记 Jacky直接飞到后面 三虚弓左敌空了 但是就一直平A把这人给收了 我们再重新看一下 这个位置 看到了人之后 直接过来 盐雪这里 他是没 他走队是没问题的 因为刚才队友 才在这里扫了一圈 这里没一眼 然后队友才从这里走过 但是刚好 尼王找的机会 尼王这一波 其实就和刚才 剑魔是一样的 就是他靠着自己 不停地回血 然后回上来了 本来是一个 撕血状态要死的 然后后面直接 靠着这个印记 平A 抽到人头 交闪线 拉开 宝兰身上 小金人救命了 金人打住了一个 躲掉了一个恶火初恋 直接A死 也是我还没有想到 这波团会打成 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这波中路这个失误 感觉把这把 所有东西都已经葬送了 现在 刚才这个走位 虽然说确实是不太小心 但也确实是 IG这边找机会找的好 两个人配合是无缝连接的 你就看他 加斯拉上去的一瞬间 杰斯的炮已经跟上了 伤害已经打出来了 就和之前在中路 在抓炎却一样 但是还是有一点不小心 因为其实 刚才那个 草弄上面是有一个视野的 然后这边 牛王是抬了眼 直接过来的 然后在那边埋伏的 然后这 脸还是很配合 直接就 直播就走过来了 我感觉可能就是 中单来说的话 因为是个韩元 他可能沟通没有特别好 开始看到了队友 从那边过 他觉得队友过了 我也配过 他可能是这么想的 但是没有想到 队友过的时候 队友很安全 我过的时候 我就不安全 其实有时候 就可能要沟通一下 辅助说一下 上面有眼 要注意一下 这边扫了没眼 草 这草丛没眼 但是上面这个岸上没眼 太小大招来了 现在IG 这波打完之后 其实优势已经很大了 但是现在还是要小心 不能给对面任何的机会 因为这波给机会的话 很有可能掉大笼 这个套餐的话 还是比较难顶 而且20分钟 电狼的阵容还是厉害的 是现在上一波虽然电狼 送了不少出去 但是还能打 还能打 只是说前 只是说刚才这波打的有点崩 把前面的优势全都送了 对 而且现在 Betty 的装备 又看到一个岩雀 但这波岩雀有闪了 是跑的也比较快 可是蓝buff 这边还是 就没有那么幸运 这边IG感觉可以打 有土龙 虽然有眼 但看会不会做些尝试 可以打了 可以打 这个时间感觉应该是有了 这个是有进气道 奥拉夫是来不及了 那这个龙 IG应该是可以直接弱掉 但是看打完之后 怎么走 就连宝兰直接挡 把这个墙给挡下来了 有一个绕后的 这波开的还不错 小CD时间扛住了成敦的输出 进来转一圈 Betty是残血 吸出来之后 先杀掉塞拉斯 龙坑里面 哈拉比一个人扛住三个 打出了大灭之后 第一时间没有死 闪现性蓝 勾 这一波Betty第一时间没有输出 龙坑里面 JK拉夫还在拼命地打伤害 但是没办法了 这一波如果走的话 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其实这波龙 虽然是可以打的 但是正面人赶来的时候 你就注定要被围到龙坑里面了 这怎么办呢 但是这波IG其实不太好走 因为双C闪现都还没有算好 这里走的话是不太好走的 这里选择硬跟对面接一波 但是这个阵型 因为第一时间 拉龙的话 拉的是比较差 虽然宝兰第一时间处理的比较OK 是把炎雀那个墙给挡掉了 但是后续 在这种龙坑作战的话 是闪电狼发挥的一个绝佳时机 而且前面也反复提到 就是电狼现在他的作战能力 是真的是更强一些的 对 这波IG虽然把龙吃了 但是完全不转 不过好在龙是吃了下来了 那这样的话 虽然这波电狼是拿到了一个反打的机会 但是由于没有大龙buff的话 他们后续也不一定能找到更多的机会 上一波电狼教的技能是很多的 对 下一波IG是有机会可以打回来一波 是 因为上一波这边 IG的双C两个就是不能过强的英雄 在没有闪现的情况下 这个位置他是不能跑的 IG这波要跑的话 就只能直接把双C卖了 就剩下三个人直接溜了 这样的话 对于IG来说 是可以这样 但是IG这个队伍一向都是 是吧 他们喜欢去拼一下 一向都是作战一呼百应的 这种情况下 他们是不会去卖人的 现在 又说了 IG的技能比较多 这一波如果打的话 赢的几率还挺大的 对 IG只要能先手到 基本上都是能秒的 因为电狼这个阵容 他是没有前排的 唯一可能稍微能算一点前排的 就只能说是这个建模了 因为他回起来比较厉害 对 还是这边 有一点想打这一炮轰到两个人 还行 一勾勾空 现在太坦的位置有点尴尬 这里直接大大的是一个Betty Betty直接下到一个半选 被拉到 可能要马上被打出一个冲格甲 不过方面队有防守得非常好 这边Jeky收掉了一个 收掉了一个奥拉夫的人头 回头还在保卫一下自己杰斯 建模这里被打出一个大灭的复活 再直接进场 Jeky这里直接打出一个冲格甲 又收掉太坦的人头 这一波应该是可以打赢 再把阎阙给收掉 站起来一个Betty 没有找到Jeky的位置 直接打出了一波团灭 还是依靠着自己队伍的这个猛劲 直接猛赢了一波 而且又是 又是宁王第一时间 将太坦的大招 直接挂到了Betty的身上 把他摁到后面了之后 再一拉拉过去 然后完全隔绝掉他的输出 Betty这一波就和上一波的Jeky一样 两个人都没技能 然后他自己也没有说 有什么位移 所以刚才那个位置 都没什么操作空间 他出这些花里胡哨的 真的不如出一个水银 来的实在 是 他这种春歌甲 其实后续虽然你能站起来 但是也没有任何输出环境 对的 没办法 一厢情愿就只能怨赌不输 Jeky这只能打到谁就打谁 先保自己中单 然后W 等着进场 他这种出装 就是你规备不了 自己家太坦 能够给对面提供的 同样的控制技能的话 那就相当于是没用的 这波Jeky的进场 实际保护的还是比较好的 而且后续是利用自己一个 小走位躲掉了 延缺的一个延拖 填得好稳 直接回家出了一个金身 带两个针眼在身上 这波Jeky虽然没有闪现 但是还是有操作空间的 现在其实电狼 想要进来杀Jeky 还是比较难的 对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 除非说是太坦的一个大招 能挂到Jeky身上 而且Jeky现在已经 9-3-5 非常非常的肥 前面我们看 卡里斯塔 他领先的那段时间 已经过了 因为现在25分钟的时间 通过两波团 已经加速 就是把电狼的那段时间 过去了 而且卡里斯塔 他的一个出装 也限制了 他在这段时间里面的发挥 对 其实他这个出装 你玩卡里斯塔 如果这么出的话 感觉是有点不科学 因为现在这个 前面也说了嘛 这把其实电狼 扛起输出的大旗的 就主要靠这个卡里斯塔 然后卡里斯塔 其实是出了两件 半防御的装备 其实就是 把这个精力都浪费了 如果你这个阵容 还有其他的输出点 那你这么出OK 但是你这一把 大概要承担 队伍40%到50%左右的输出 你这样出一个绿叉 保自己的命 那很有可能 你自己命保下来了 但是队伍已经崩了 对 那这边 IZ也是 他们这个阵容 其实虽然有一定 poke能力 但是正面推进的话 也不是特别稳 容易给机会 手片短吧 只有杰斯一个人 有poke能力 对 他们现在还是要 等一等这条大龙 而且IZ的开团能力 主要还是靠这边 宁王偷点大招过来开 剩下的时间 他们找机会的能力 并没有说特别强 一般都是说 IZ这种 自己招牌的那种 就逼对面来打团的 这种找机 电狼现在没办法了 电狼现在只能抱团 但是抱团的话 会被一直poke 所以这边 把线清除之后 也不太敢 而且非常怕 绕后强开 这个位置宁王已经上来了 第一时间 大招挂到 Betty的身上 没有人能牵进去 JK直接绕到后排去 后排看一下 瞬间被融化掉 而且开启了精神之后 也规避奥拉夫的 第一波致命输出 这边也能 这边马上就可以 把大面给打掉了 这边打出一个复活 但是站起来之后 也没有任何办法 站起来等则了 再次收到剑魔的人头 那这一波打完了之后 可以 就是要分着来 可以推到中路的高地 这个前应该 一波的话是不够的 因为中路兵线也没有 刚才之所以被团灭 也就是因为电狼出来的时候 他为了推这波兵线 推到中路 如果没推这波兵线 然后在这个高地上 被团灭在这里 真的 这一手泰坦 我们现在看的话 其实 为IG如虎添翼 对 这把 其实 赛拉斯能偷的大招 就只有这个泰坦的大招 对 就泰坦的大招有用吗 这波IG甚至都是一个 4打5打赢了 鳄鱼过来 只是开了个大招 在旁边OB了一下 这波团战已经结束 你可以看 这波团甚至鳄鱼都没来 就是非常朴实的 过来之后 一个反手一个大招 然后同时帮 JK这里吸收一些伤害 嗯 然后JK也开出一个 中亚最后是没有死 这剑魔看似来势熊熊 但没有人打他 这鳄鱼过来就放了一个W 然后这波团战已经结束了 这波打完 IG是拿下的大龙 是顺势拿掉这条大龙buff 那他们这个阵容 有大龙buff推进的话 电狼这边应该是挡不住了 嗯 而且 头也是铁啊 拜提他后面还在出黄插 对 这个就是 哎 但是JK这里走位 出现了一个巨大失误 这里还没有精神的 而且他的招式机技能也没好 开了一个大招 我后拉一下 C还是最后一点血量 虽然被奥拉夫给收下 但是正面团战 看一眼 再往回走了 宝兰这个位置 被拔忙的话 哎 吸了回来 这个是宁王的吸 第一时间看一下 拜提这个位置 被打出了一个春歌 侧夜 Rether在疯狂的输出 沿途没有打到人 人堆里面的卡一刺打 直接先行暴毙 这是一个横冲 在加直撞 宁王再接上一点输出 收到奥拉夫的人头 没伤害呀 炎雀只能往回溜了 这边感觉可以一波 鳄鱼直接踢中路 感觉就一波了 这炎雀回去也守不出 这些超级兵 已经踢过来了 正面带着buff 带着兵线 开始疯狂的砍门牙 而且他现在 亲超级 亲这个大龙buff 加持的兵线 也不特别快 根本清不动啊 直接 一个门牙塔 已经掉了 再过来 这个随便 太坦又送了一个大招 直接逼出了一个金身 逼出了自己中单的一个金身 交出一个闪天往后走 但太坦已经阵亡了 那我们可以恭喜 IG为LPL拿下了一分 这边是击败了 来自LMS的 一号种子 闪电狼 没错 这个位置的话 也是不到半个小时 虽然说前期 有一些跌宕起伏 但是中期凭借着几波 非常完美的团战发挥 IG是拿到了 这局比赛的胜利 还是比较偏IG的一个 但是这把说实话 还是打得比较惊险的 其实 如果不是电狼这边 太能给机会的话 这盘IG挺悬的 Betty算是 她的出装 算是给了很大的机会 而且包括中路延雀 其实也发挥的不是特别好 而且下一场 如果打SKT的话 但延雀这个有一说一 我感觉它是被Rookie压制到 然后导致它没有办法去发攻 前面也说了嘛 它这个中野组合选出来 就很尴尬 你这把要做事 中路必须推线 但是你中路一个人 又打不过 又不能推 打野只能来帮 然后打野来帮 又不能帮干客 你只能帮推线 所以打野这种帮的话 其实收益极低 没有能够打出来 任何的中野配合 前期下路优势是优势 但是优势了之后 你也没有围绕着 下路的这个优势点 去打东西 当然它这个优势点 自己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导致中期的时候 通过几波团战 直接全部打回来 但是我们这把虽然拿下来 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还是有些失误 接下来还是要赶紧复盘一下 然后调整一个更好的状态 去面对接下来的一个SKT 这局怎么说 赢得不太容易吧 对 赢得不太容易 而且这把赢 更多是建立在对面的失误上 就是把这个失误 成功抓住了之后 完成翻盘的 我们看下最后这一波 Jacky直接吃一个大招 定原地 QA定 大招拉一下 因为它是没有任何 可以保命的技能了 除了大招之外 但是他临死之间 打了很多输出 这里还好在是IG这个阵容 打到现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他这个阵容 是比较厉害的 感觉其实失误挺大的 他一直往前 A到那里 然后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他死的这个位置 自己 就队友救不到他 他这个 他那个位置就好像说 红四方有一只泰坦 把他Q过去了 是 这波团 其实IG也差不多是相当于4打5吧 但是还是打赢了 那个时间点 那个时间点就是打到后期 关键位置成型了之后 IG是更厉害的 而且我们看 这张图表非常明显的 能看得出来 IG这边的输出单 他们的双C 可以打出来的输出 是更高的 是 这把看到这个输出图 我感觉 这卡丽斯塔感觉背雪国了 虽然中路炎雀 也犯罪了 但是起码雀 输出还是拉的比较多的 卡丽斯塔的输出 还没有他们家打野高 还有这个奥拉夫高 你一个前面5-0的卡丽斯塔 但是打到最后是打了这么点输出 队伍是倾斜了资源的 就是说他来下路有杠格 而且上路 就在上路也杠格一波 我是维尔你来打的 中期节奏都是维尔的下路来打 但是他出了一个绿叉 感觉自己就没有 他是想保持自己的命来打 但是没有说那么拼命想打输出 绿叉加春哥 这个是完全把自己的后路堵死了 看似为了保命 实则没有输出 他这个出装就是他们唯一的强势 其实也不能太强势了 对的 包括我们应该回忆的起来 就是前面第一次给到经济差距的时候 他的经济是要比JK拉伍的 高出来将近2000块的 在前面十几分钟的时候 一个位置的2000块经济差距 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经济收益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团电狼的强势器 完全运用不出来的问题 就看一下选手势力值 卡拉比好高啊 卡拉比这里 蓝色方最高 蓝色方最高 然后在红色方这里 IG中下都还挺高的 打野挺高的 Rookie是最高的 然后看一下本场的选手 前三位来自 JK这一场状态挺不错的 然后在Rookie这里来说的话 虽然他前面起吃钩啊 但是他后面的一个 团战发挥都还挺好的 然后Rookie这里看得出来 他状态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对 这把我觉得 其实IG能赢的话 最主要的还是Rookie发挥比较好吧 如果不是Rookie中路 对线打出来一个比较大的优势的话 其实前面IG的节奏是比较差的 而且Rookie是把这个优势 给滚到了上下路 就几波上路和下路游走 都是非常关键的 把这把游戏给弹活了 前期靠Rookie 然后中期开团靠宁王 打输出的时候 后面是靠着双C 对尤其是这个JK 这一团分工都非常的明确 而且Duke他在上路的单线 以及下路单代的过程当中 也取得到了优势 虽然说这个优势比较小 但是也算是一直稳住了 他没有办法 因为一个鳄鱼打一个建模 本来这两个英雄 其实对上线就差不多 甚至等级起来之后 说实话建模等级起来打鳄鱼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因为他那个续航能力实在太强了 而且开始也是看到了 因为这卡丽茨达出的这个装备 不是特别好 就他没有出到自己 应该在我们平常看到的那种出装 所以感觉自己的输出有点不够 那该出什么装备呢 酷炫神装第七件 战马能量不掉 欢迎大家来到京东商城 搜索战马能量性微数素饮料 给他要配合同款的能量程序 用满满的能量开始全场 就刚刚我们其实说的时候 还忘了说一点 这一局延续也没有办法发挥 也有一定是因为宝兰 他的盾举的 基本上每一波大招全部规避 基本上你的大招放不出来 这个是他选到布隆的意义 也是他这一局里面 完成了选出布隆的一个目的性 完全打出来了 大家这边还是比较如皮 8-3-13 这一盘的参团率来到了75% 而且伤害占比有30% 非常非常的高 对位经济差3623 所以把如皮带这么久 没有和队友一起在赛场配合的话 这第一场回归 效果打出来还是比较不错的 其实因为也算是老队友 所以短时间的配合也是可以稍 就是说差不多这么几场没打比 再自己磨合一下也是可以的 而且也看到了 宝王这场一直就是 偷个大招来帮如皮 偷个大招来帮如皮 然后一帮中上节奏起来之后 下路 Jacky他虽然对线不是说能够打特别好 但是我们看到 他在团战之中的发挥是非常亮眼的 对的 而且就是他们的对线时期 也是因为蓝色方整体的阵容 对线更厉害一些 他在打线的时候打出了一定的压制效果来 但是下路对下路 下面会厉害一些 然后掉上去了之后 又把上塔给推了 包括上路进行了一波击杀 其实单线上面来说 前期凯莉萨这条线 表现的一个对线能力还是不错的 但我们其实也得说一下 虽然说电狼是输了 但他的思路很正确 因为说如果你要打一个后期 你要跟什么IG拖的话 你很有可能前期就直接爆了 对 这比昨天发挥的好 这把其实电狼整体决策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主要还是双C的发挥 实在是太烂了 对 所以导致这把输了 嗯 就是背锅吧 怎么说的 那这个只能 就如果要拉的话 可能Betty得说一下 他的出装 他虽然确实有保密能力 这把就是双C一一半 他也没有保密能力 他出那个装备是没有保密能力的 他要有保密能力 他得出什么 就是得出 要不你搞个什么女要金身这种 对吧 我们看一下他最后两个春哥怎么叫的 他一个是吃一个宁王大招 他第一个是春哥吃了宁王大招 然后半血 然后JK飞到后面 宁王偷的泰坦的大招 对 偷一个大招 然后吃了自己泰坦一个大 对 然后打了就是打了一个很残的血量 然后JK把它收到之后 第二波他滑到对面人群之中 但是相反比过来的话 JK这一盘的输出 其实打得就非常地足 而且后面的话 抛开对线期不看 后面堪称完美 那我们这一盘的话 也是邀请到了JK Love 来做客我们的赛后采访 接下来让我们把镜头 交给前方的主持人 好的 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 以上我们邀请到的是 JK Love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跟Happy 一起进入Happy的欢乐时光 首先让我们的JK Love 跟大家打一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IG的DG Club 欢迎今天也是你们第二次来到洲际赛了 你觉得这一次感觉怎么样呢 其实没有那种很特别的感觉 因为去年已经打过了 然后就是 其实我们队的话就发了一般般嘛 因为现在也只有打了一场 所以说 没有什么特别感觉 比较慢热一点点 不过我觉得今天这一场 也是有惊无险地拿下了 当时在场中的时候 可能会不会有些紧张呢 或者是会不会觉得压力非常大呢 没什么压力 因为就是觉得 去年也打过 所以 就是习惯了 习惯了 而且我记得去年的时候 也是采访了你 我觉得其实在这一年当中 阿沈是成长了非常非常的多 那可以看到你们今天 就是 他们拿出来了 就是颁Yumi的这一个选择 你觉得Yumi在昨天的比赛当中 关注度非常的高吗 你觉得他 现在属于下路 比较强势的辅助英雄吗 因为Yumi这个英雄的话 就是对线比较厉害 就是有回复 然后就是消耗的伤害也很高 但是就是说 就确实算是提一级别的辅助 而且可以看到 IG也是拿出了塞拉斯打野 而且在昨天当中 也是有很多队伍使用了 你觉得这个打野 在这个版本表现怎么样呢 这个英雄打野 说实话就是 对面如果英雄大招厉害 他就厉害 所以说还是要看对面的一个 可能选择的阵容来决定这个英雄 那同时可以看到 今天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呢 你有很多非常高光的时刻 想问一问就是 当时你们抓住机会 在下路河道那一波 秒杀了颜雀之后 当时是怎么样沟通 能够挽回一些历史的呢 因为当时就是 就我们中野嘛 就看他那个 就是他那个走位 就感觉他在白给 然后就上去了 所以就那波团打的就比较简单 确实我觉得抓住机会 也是IG一个非常棒的特点 那同时你有几波大招飞进场 也是很漂亮 尤其是在 虽然说在大龙团那一波结束之后 可能会稍稍的有一些劣势 可能心态也不太会容易稳定 但是你当时为什么会那么果断的 在中路挖进场 然后进行一个非常漂亮的操作呢 就是 其实大龙打完的话 其实对我们心态没什么影响 因为觉得就是 装备就改起来都起来打盘的话 我们应该就 就是随便 就随便赢嘛 然后飞过去的话 就是 就觉得 就觉得 进去不会死 也没想起来 而且进去不光没有死 还秒杀了对面非常重要的一些英雄 那最后还有一波 就是在F6的时候 你同样也是 阿进场之后开了精神 当时又是什么情况呢 因为当时的话 我就是看到 泰兰把大招就是 交了嘛 但是我就是 我以为他就交给我的时候 我会死 但是就是我经常按出来了 就如果我飞进去 我第一次也没被秒的话 就 这团队就基本一进 嗯 而且可以看到 就是我觉得你们的配合 确实在 这一个当中也是越来越好了 可能很多的粉丝 或者很多的观众 会非常担心 现在IG的一个磨合的问题 你觉得 你们现在磨合程度怎么样呢 呃 其实就算就是 经过了就是 变动嘛 或者就是一些其他例外 但是就是 我们这个人 去年就是拿了冠军 就今年再差也不会差了拿去 哇所以还是非常自信的 你觉得现在你们的战力 大概达到了百分之多少呢 嗯 七成吧 七成 那我期待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IG 同时呢 在明天你们将 在接下来你们将会对阵的是SKT 你对于下一场对决是怎么看的呢 会不会觉得压力非常大 嗯 也没什么压力吧 就是正常打嘛 就是 呃 就想把自己就是应该就是表现出来那种表现的打算 嗯 非常沉稳 而且呢 接下来下一场是涛博会对上另外一支队伍嘛 所以你有没有什么想对LPL的兄弟战队说的话呢 呃 就是 我们已经就是拿下一层了 就相信下就是该你们了 好 我也是期待LPL呢 可以再拿下一分 同时呢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来自哈皮场玩社区的水友的提问 他想问 阿水 我们最近都非常担心你们 想知道的是 能不能说几句让我们放心或者安心的话 主要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担心我们的点 所以就是 我们其实都挺正常的吧 然后也别别担心的就是 多睡觉 多睡觉吗 好 再次感谢我们的阿水就这么采访 我们的LPL战队在首尔的召唤市峡谷奋战 LPL官方合作伙伴 哈尔滨啤酒联名迪瑞克斯 红魔电竞手机 集结了千万的LPL观众和粉丝 在微博上为咱们加油助威 微博搜索哈尔滨啤酒一起为LPL打call 赢取海量哈皮LPL联名罐和LPL官方周边 更有迪瑞克斯电竞以红魔3电竞游戏手机相送 感谢所有的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 跨界搞事一起哈皮 周期赛让我们一起越战越勇 周期赛LPL加油 我们赛要采访到此先告一段落 好的感谢Jacky感谢双姐在前线给我们带来 怎么说呢比较安心的一段采访 就让我们大家听了之后比较安心 而且前面其实我们在看采访的时候 也要重新的想了一下 就是Jacky他可能说的比较直接 白给 但是都是大实话 大实话嘛 啥大实话都玩得勒嘛 就是这样确实是这个意思 那第一场的话赢下来相信IG也会非常非常的认真仔细的去准备后面比赛 那我们这一局打完了之后 再次恭喜IG 下一场是由DWG来对阵上淘博 也是今天个人觉得就是第一场的一个非常焦点的一局对抗 那我们稍事休息等待着这一场比赛的到来